接下来介绍一些常见的背景处理方式 我们都知道在Squirt里面有个背景资料库 我们可以从里面挑选想要的背景来做使用 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背景资料库里面的背景呢 并没有符合我们需求的物件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画了 那背景的选择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直接跟他填一个单色的背景来做使用 那这时候呢 这个单色的背景可以让你的主角是更凸显的 只要你掌握深浅对比的原则就可以了 可是这样子单色的背景通常也显得比较单调一点 所以如果你希望是一些符合自然线上的背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用单色背景来处理 在我们的水桶工具里面填满效果里有一个建层的效果 这个我们之前有使用过 通常我们会选择横向建层工具来处理 那在绘制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拉一个大框 然后呢 我们把它铺满整个画面 再使用水桶工具 接着使用这个建层效果 然后去调整建层 那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建层的背景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但是如果你觉得拉这个框有一点麻烦 必须要把它整个铺满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完全铺满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到点阵图的地方 先将这个物件转换成点阵图 再直接做填满 然后再回到向量图的模式去画上面的物件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这是有关于填满的两种方式 但是在颜色选择上就很重要了 比方说像我选择的是一个紫色跟蓝色的建层 就在自然界里面比较少看到这种状况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出符合自然现象 各个时段的背景变化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考量那个时段的色相色温 好比方说像是清晨 清晨的时候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 于是呢我们的地平线接近地平线的天空 通常是会比较亮的 接近亮白色 那远离地平线比较高的部位呢 就是接近浅蓝色的状态 所以说当我们在挑选颜色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颜色变化 像是我把上面的部分呢 挑一个淡黄色来处理 那在挑色的时候也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因为清晨的阳光通常夏天是会比较带暖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往右偏它会跑到冷色系的范围 那这样子呢 在对于表现阳光的部分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差当 所以我会选择往左偏一点 让它带一点点暖调 然后第二个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淡蓝色系的部分 这边要比较注意的是说 上面的颜色通常我们不会选择彩度跟亮度 同时都是非常高的状态 除非你是比较接近中午 傍晚晚上的这种时间点 颜色比较鲜明 否则的话在清晨的部分呢 我们通常会稍微降低一点点的彩度的部分 让它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蓝色 蓝色的选择你也尽量不要偏太往这个右边 也就是偏冷掉 通常会往左稍微挪一点点 让它看起来稍微温暖一些 好那这样子填上来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建层的背景 接下来转回向亮图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上面的其他物件 通常我们有了一个背景环境光之后 接下来就是地面的部分 那如果要做地面的话 我们要考量地点 如果你是在都市里面 当然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类似像柏佑炉的地面 可是如果你是在户外 那最直接的 我们就是直接给它一个草地的感觉 那我先示范一个在户外的草地好了 那地面的选择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框来填色 一样用方框来填色 这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 假如你的背景是处理成环境光 已经是建层色了 那其他的物件呢 就不建议再使用建层效果 为什么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在建层色的背景上 然后你再放上建层效果的地面 基本上整个画面是混乱的 这么混乱的画面 通常就会造成主角的干扰 所以我们不会怎么做 所以在填色上 通常不是背景 不是环境光的主题 我们会跟它填上一个单色系 那这单色系呢 既然是草地 我们就来看看草地的选择 我们可以往这个绿色的地方偏一点点 那同样的也尽量不要调整成 这种荧光绿的颜色 因为你可以发现啊 荧光绿真的很强细 好 所以说在自然界 我们也不可能看到 这种荧光绿的感觉嘛 所以当你挑选完颜色之后呢 记得彩度跟亮度 一定要是搭配做调整 哦对不起 这个地方要调为单色哦 好 一定要搭配它做调整 甚至于我不只调整彩度 我在亮度的地方 也可以稍微压低一点点 让它看出来不要那么的突兀 好 我做好第一个地面 那这个地面呢 当然我们要铺满这个底下的地方 通常在游戏里面 对于背景的要求 没有那么的精确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平坦的地面 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是在大自然界里面 我们很少会看到 这么平坦的地面 尤其是草地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 户外的背景 而且是草地的话 不建议这么平坦的地平线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要搭配重新塑形工具 然后调整节点 这节点的部分 当你要做调整 如果只是稍微拉高 这样子看起来 也是稍稍不自然的 所以通常我们会做的事情 是将其中一个节点改成圆弧 当它变成圆弧之后 右边这一根要不要做调整 其实可以也 也不做调整也没有关系 因为到时候我们会往内遮嘛 那除非你要做一个悬崖 那这个悬崖呢 可能你就需要做一下调整 因为看到 但是如果看不到的话 那我们不做调整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根拉杆 我们要根据这个 实际的状况 做一点点微幅的变化 那现在呢 当你做了这个变化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微微有弧度的 有坡度的这个地面了 那通常我不会只做一层 因为现实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要做出比较有层次感的效果的话 那我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Ctrl加C Ctrl加V 复制出第二块地面 接下来我对它做左右翻转 因为刚刚是右高左低 所以我把它翻转之后变成左高右低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 我们要调整一下颜色 因为如果我没有调整颜色 直接放上去的话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它的前后 所以呢 我们会针对它做一点颜色的调整 那颜色的调整呢 我们可以稍微往下降低彩度啦 甚至于降低亮度的方式 提高亮度的方式 做一点点微调 色相的部分 通常我们就不会做太多的处理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协调一点 当我处理好之后 把下面的这一块 我第一个画的这一块呢 把它移到最上层 然后放到适当的位置 这时候就得到了第二层的草地 那看起来应该就有点像是 我们最古早的这个Windows画面上的 那个草地的效果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草地之后 要处理的可能就是像它上面的一些物件 比方说像树啦 圆双啦 类似像支域类的效果 那这个上面的其他物件呢 建议在绘制的时候就不要画在这个背景区了 因为如果你画在背景区上面的零件太多的话 它们之间会互相干扰 那你在编辑上也是比较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会回到角色区 然后呢直接绘制角色 假如我们要画树 其实在我们的角色资料库里面 也是有树可以做选择的 我们进到资料库里面往下拉 其实它有两棵树 在哪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资料库里面呢 我们来看 往下走 它怎么不见啦 树往出来吧 你直接搜寻好了 OK 那就搜寻到树啦 对 这边有个搜寻功能 很方便的 那通常我们不会选择这一棵 因为这一棵树 其实看出来它的形态是有点呆板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一棵 今天的这棵树呢 如果你把它拿出来要直接用 其实已经可以使用了 不过为了配合我们的整个环境光 因为我们说过 现在我们要制作的是一个偏暖色调的这个环境效果 所以如果你在画面上摆了一棵冷色细的树 除非你特别想要涂显这棵树 否则的话呢 这样子其实对整个环境来讲也是比较奇怪的 稍微突兀了一点 所以呢我们会针对它的颜色做一点改变 那这棵长得像冰棒的树呢 如果我们要针对它做改变的话 那我们有其中选择 首先第一个 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让这个绿色呢 往左边偏一点 那往左边偏呢 那往左边偏呢 它的绿色就会偏这个暖色调了 然后下面的这一块色块 为了跟上面配合 所以我们会选择低管工具去选取上面的这个色块 然后我只要针对下面的这个色块呢 再去做填色 比方说我用低管工具选择上面的颜色之后呢 去做填色效果 好 那上面就填好了 我刚刚不小心把这个上面也填掉了 好 我们再试一次喔 在这个地方我选择 往暖色系偏的颜色 然后呢 这个 这里调好了之后 我们选择下面的这个色块 选择下面的这个色块之后呢 再给它填一个颜色 好 假设 这里选择低管工具 然后往这边偏一点点把它填上色系 那这时候整颗树看起来就是暖色系的效果了 那这时 这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树干呢 太不明显的话 其实在颜色上我们都是可以做搭配调整的 比方说 如果你想要真的比较接近树干的颜色 我们跟它填一个类似像咖啡色的 它就会比较明显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树的形状呢 太不符合需求了 太奇怪了 太像冰棒了 这时候你还可以再针对拉杆做调整 我们这个树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叶子的凹凸起伏 你希望它看起来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在拉杆这边呢都可以做一些微调变化 当然原则上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做细部的调整啦 这是第一个树 好那树不可能只有一棵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针对它做一些大小的变化 比方说我对它做一个Ctrl加C Ctrl加V 然后把它先挪到中间一点这样子会比较好工作 那好了之后呢每一棵树都长一样 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所以左右翻转是必要的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拉大一点点之后呢 开始针对它的每一个颜色做变化啦 那这里我们一样可以用低管工具先去选取它的原本颜色 然后呢稍微去做一点点的微调 甚至于我对色相的部分也做一点点改变 那这时候看起来第二颗就不会有那么多 就不会有那么相似的部分 那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在自然界里面当然你可能在同一个区域 会看到很多各种不同种类的树种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那是人为的结果 因为根据气候跟环境的变化 同一个地方的地景地貌啊 其实它的植物长相并不会差距太大 那再加上呢假如你让这个地方的地景地貌太复杂的话 每一种种类每一种长相的树都种上去 那到时候我们的这个主角呢 就会被这个背景的戏抢了太多了 所以尽量保持背景地景地貌的单纯是有必要的 好 我这边完成第二棵树 然后我们把它接上去 那如果觉得这个小的要在前面 OK的我们把它放上去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针对它建立群组Ctrl C,Ctrl V 我做出了第二组 第二组这棵树呢 我们再把它做一下翻转 然后让它高一点点 然后接到想要的部位 假设我希望它移到下层 然后我希望它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比方说哦这样子 一二三爬楼梯其实不大好看 各位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做排列组合的原则是 不要让它看起来太奇怪 因为自然界不可能是像这样子 爬楼梯的一个树木效果嘛 所以呢在制作的时候 通常我会尽量保持让它有一点点 高低的微妙变化 这样子看起来才不会觉得不自然 好假设我让它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至于聚散的部分 就是依据个人的美感经验去做调整 那这边是涉及到一些物件构成的部分 可能我们就是之后有机会再做说明 好那我已经种好一组树了 这组好之后我还可以针对它这类群组 Ctrl Z Ctrl V再把它复制一个 那接下来呢就一样了左右翻转 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颜色上的变化 我们都可以做安排跟调整 那好了之后我们解散群组 把它的位置做一下 异动边排 比方说我刚刚这栏没有粘起来 那我们把让它们粘起来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那这颗这个背景的效果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你想要自己画树的话呢 这边也顺便说明一下树的画法好了 我们在做这个背景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快 所以呢我们一样用椭圆来做调节 然后上次有讲过按住Shift之后呢 点选同时点选两个节点往下拉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三角形的效果 那得到三角形的效果之后 我们就不要再重厚了Ctrl C Ctrl V 然后呢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拉长一点点 接着改变它的颜色 我们给它一个比较接近 深咖啡色的效果把它放上去 那我就得到了一棵比较简单的树 如果你要树干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可以偷别人的嘛 那我们可以从它身上呢 去偷这个树干来用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统一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树枝 我们一样可以做调整 我们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然后做一点点变化 我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的树枝效果 希望在有更多的不一样变化的时候呢 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效果 那所以说其实我只用一个图案就可以做出一棵树了 接下来的编排组合 原则就跟刚刚介绍的一样 我们让它有一点高矮胖瘦高低变化以及聚散的组合 那这里就可以做出一个像是户外森林的效果了 那以上就是户外然后草地或者是物件上的一些制作方式 对 对